陳志涵今天也算錢有錢 他說對啦 金華黨員工捐政治現金不行 不行 很兇 他說不然你是要怎麼樣 每一個人都可以捐政治現金給政黨 每一個企業的員工都可以捐政治現金給政黨 但是 第一個如果他的錢是透過他當人頭 他是要被罰錢的 第二個如果他匯錢的時候 匯款單或者手機APP案的時候在備註欄 寫給柯文哲 有寫柯文哲三個字 柯文哲就對了 民眾黨今天沒有拿出這一帳 對就是說那個匯款單上面有著名柯文哲 這樣就對了 如果都沒有 那這個還有模糊空間 這些狀況就會讓我們覺得說 陳志涵好像也知道什麼 所以現在出來嗆說 捐錢有什麼問題嗎 計畫上員工不可以捐民眾黨嗎 也可以啊 但是陳志涵你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捐錢的時候有括號柯文哲 哇那柯文哲就是黃國昌講的那個金流 就在這裡 陳志涵你一禮沒說話 你一說話 有出事 他又點亮了一盞明燈 你一禮都沒說話 今天早上中午一出門 就點了一盞明燈 謝謝你 感謝關現在在辦這個案子 還有一條名路可以走 我是對陳志涵今天講這個話 就是蠻驚訝的 就是說人家說政治獻金 就政治獻金怎樣 如果陳志涵要這樣說 我覺得民眾黨的法學數量 真的是蠻有趣的 他敢不敢承認一件事 民眾黨你現在是不是支持 我如果要去賄賂別人的時候 我就捐政治獻金就沒事 你要這樣說嗎 政治獻金是賄賂款項的遮羞部嗎 政治獻金是貪污罪的除外條款嗎 我只要說我是政治獻金 你就不能抓我 是這樣說的嗎 只要他是政治獻金的 就算他說我是用政治獻金的方式 那你是更死啊 因為你就是代表你承認說 我的行賄 我是透過政治獻金的手段來隱藏 那你不是更完蛋了嗎 包括今天呢 北檢是首度提訓了吳順明跟朱雅虎 那今天上午也提訓了應小薇 還有另外是彭震生 那應小薇跟彭震生態度蠻不一樣的 彭震生上課的時候面帶笑容 那今天中午呢 可以看到這個陳志涵呢 是上了廣播節目說 現在大家對付柯文哲的規格 他是當總統了嗎 好 現在案子還在繼續辦 完全沒有停下來 這個案子當然從朱雅虎跟這個 朱雅虎被被收押之後 整個的案情就有一個大逆轉 因為朱雅虎說我有行賄 我有行賄 那我有行賄就是錢從哪裡來 錢給了誰嗎 他一定有講啊 他一定有講 那可能講不完整啊 或者是他講的那個人 現在還沒到案啊 所以他就被羈押了嘛 那當然陸陸續續就開始問這些人 假設朱雅虎說 對啊 我有拿給應小薇 那今天問應小薇 如果朱雅虎說 我 Traffic說 我也有拿給車 我也有拿給貓 他没有收钱 但是他把所有交代他的事情 都已经讲过了 他今天来他当然不用担心 他当然就笑笑 我都说了 你要问什么 我给你确定而已 但是这整个的案情 我再讲一遍 这整个案情 就是检察官掌握全版 不管是叉猫 讲的那个政治现金 什么210万300万 是不是跟民众党的 什么主席的募款额度 那个有关 都没有关系 因为这一些检察官手上 都有了 检察官要调这些资料 很快 然后不管是7个人的210万 还是11个人的300万 还是这11个人300万 在去年同步有另外4个人 同时的4个人 在同一天 又同样在汇钱 各汇30万 对检察官来说 中一个就好了 我也不需要说中100个 所以这一个调查的程序 我觉得应该逐渐进入 到跟金流有关 因为郭昌华一说没有金流 因为郭昌华一定有 我跟你说 郭昌华很内行 郭昌华一定知道 没有金流 没有金流 一讲完检察官说 我就找金流给你看 所以这一个案情的发展 包括陈志然 陈志然今天也算稀有抽 他说对啦 政府的员工 捐政治现金不行 不行 很凶 他说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不然是要怎么样 每一个人都可以捐政治现金给政党 每一个企业的员工都可以捐政治现金 给政党 但是 第一个 如果他的钱 是透过他当人头 他是要被罚钱的 第二个 如果他汇钱的时候 汇款单 或者手机APP案的时候 在备注栏 写要给柯文哲 三个字 柯文哲就对了 民众党今天没有拿出这张 对 就是说 那个汇款单上面有注明柯文哲 这样就对了 如果都没有 那这个还有模糊空间 就是我们几个 几个柯文哲的粉丝不行 我们是民众党粉丝不行 我们就讲好说 123 117 大家一起汇款 这样不行 可是如果汇款的时候 在检方看到的记录里头 有写柯文哲 那有没有写 检察官手上有没有这个资料 当然有 不管你是用手下的 还是用电脑APP 那个记录全部都有 所以为什么会有四位承认 四位不是无保请委 那另外三位被交保 那交保可能都没信任 所以这些状况 就会让我们觉得说 陈志然好像也知道什么 所以现在出来呛说 捐钱有什么问题吗 这发展员工不可以捐民众党吗 也可以 但是陈志然你忘了一件事情 如果捐钱的时候 有括号柯文哲 那柯文哲 就是黄国昌讲的金流 就在这里 陈志然 你一周没说话 你一说话 就出事 他又点亮了一盏明灯 你一周都没说话 今天早上中午一出门 就点亮了一盏明灯 谢谢你 监察官现在扮这个案子 还有一条明路可以走 好 所以请教大家律师 因为现在整个提讯 已经进到第五轮了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提讯的名单 陈慶晶五次了 殷小薇也五次了 柯文哲 10月1号的时候 是拒绝提讯的 所以现在算四次 那另外是彭正森的部分 今天也进到第五次了 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 今天因为殷小薇走在前面 他是把双手举高高 双手上靠 双手举高高 看起来是遮住脸 但彭正森脸上这个笑容 我又觉得很奇怪 因为记者问说 你有认罪吗 他就笑着走了 这个笑容代表什么意思 其实一般在里面压力都很大 真的压力都很大 笑着笑着就哭了是不是 对 但是 你想他是哭着哭着笑了 因为他之前压力大到不行 那为什么能够现在 可能比较轻松一点 我觉得因为他在很早的时候 我们都判断说 他应该是已经认罪 而且承认了相关的事实 那他今天被提训的话 反而会变成说 就像刚刚一川哥讲的 因为今天朱雅虎 他已经承认了行贿的事实 那他行贿到底是行贿给谁 拿谁的钱去行贿给谁 用什么方法 甚至甚至我必须说 如果朱雅虎连方法都告诉检察官 他说这些政治现金 就是我们会给贿赂的方法 然后有哪些人头 如果全部都对得上的时候 这就是很重要 去建构这个犯罪事实 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那当然收贿的人 要不要来确认一下 要的啦 那你看到 其实像 应小微的反应 我觉得就是一个蛮标准 在我来看 就是说 他的确是有一个羞耻心在 所以说他觉得 他一定是认知到 自己这样做是不好的犯罪 没有认罪呢 但是不管他心里知道 自己是错的 不然你如果认为 你真的没有错 不用看逃看 不用我光明正大走出来 我是被迫害 对不对 干嘛遮脸 那他也是艺人出身嘛 对不对 难道对自己没信心吗 所以说基本上 我认为这个都是已经 呈现出一种心虚的态势 那我是对 陈志然今天讲这个话 就是蛮惊讶的啦 就是说人家说政治现金 就政治现金怎样 对 如果陈志然要这样说 那我觉得民众党的 法学数量 真的是蛮有趣的 他敢不敢承认一件事啊 民众党你现在是不是支持 我如果要去贿赂别人的时候 我就捐政治现金就没事 你要这样说吗 政治现金 是贿赂款项的遮羞部吗 政治现金是贪污罪的 除外条款吗 我只要说我是政治现金 你就不能抓我 是这样说的吗 那这就是 我们直接来看一个故事嘛 你今天就在这个案件里面 今天金华城 如果我们先假设 这是一个贿赂状况 你给我840我给你多少钱 然后就讲好 我现在就是要公开 我就是要贿赂你 但是我给的是政治现金 陈志涵你敢不敢说 这件事情是可以被允许的 全台湾政治人物都可以这样做吗 你想清楚你讲这句话 但请教律师 因为今天包括也提讯了 吴顺明跟朱雅虎 那吴顺明这边是首度提讯 那朱雅虎这边是已经认罪的 那今天陈志涵也讲说 朱雅虎不是认行贿 他只是认了他捐政治现金 你又知道了 他今天在提讯了 陈志涵凭什么知道 陈志涵你凭什么 对啊不是正常不公开 你现在连这个细节都知道 你也太厉害了吧 那今天在提讯了一次朱雅虎 因为朱雅虎在之前中概是讲 他是认罪的 而且重点不是他怎么讲 也不是我们新闻媒体怎么讲 各位他认罪这件事情是看 他被羁押 禁见的法院裁定里面说 他认了什么罪 他认的就是行贿 这个是法院裁定写的 我们不是讲 在那边跟你用猜测的说 什么政治现金 行贿 只要他是政治现金的 就算他说 我是用政治现金的方式 那你是更死啊 因为你就是代表 你承认说我的行贿 我是透过政治现金的手段来隐藏 那你不是就更完蛋了吗 所以之前我就说 所以如果今天朱雅虎承认的越多 他行贿的东西越多 整个民众党你有多少钱 全部都要被没收回来 所以现在在提讯朱雅虎 是要跟谁来对口供吗 我认为朱雅虎是这样 因为老实讲 给谁钱就谁来口供 但是朱雅虎这个 我也必须说 他行贿承认到什么程度 对 不知道 因为如果你全部都认了 检察官觉得很满意 你自己还没认 对 如果全部都认了 都很满意的话 根本不会申请积押禁件你 所以你承认了没有错 可是检察官并不相信 只有这些 那现在我们会知道 谁转污点证人了吗 现在不会 而且这个所谓污点证人 说实在话 对检察官来讲 他也不会轻易松口 就像彭震生虽然现在笑得很开心 但是我老实说 如果我是假官 我觉得彭震生的作用 反而还没那么大 因为他顶多就认自己 他也牵连不到别人 所以这个我觉得 反而效果还有限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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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